哈喽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节的《雅思真经》识汇班,我是青天,我是这一节课,很科的部教,你的小改改大叫我改的就可以了,那么我们识汇课两个环节,一共结识听起,第二个环节,单识学习,那么我们先进入到单识听起的环节,给大家十秒钟的时间,大家可以把指课第一准备好,或者是打开你的电脑,打开你的门道,我们一会听课的单词,记下来,记下来,好吧,OK, please listen to me, here we,一共识单词,第一个单词, behave, behave,第二个单词, accustomed, accustomed, 第三个单词, reflect, reflect, reflect,第一个单词, bear, bear,第二个单词, revive, revive,第二个单词, stare, stare,第二个单词, assert, assert, 第八个单词, explain, explain,第九个单词, mention, mention,第十个单词, urge, urge, OK,这是我们这一节的十个单词,好的,那是我们上一节学过的,上一节学过的,一共识调的单词中,抽了十个,那大家如果有不太正确的,或者是不太会的,可以标在你的书上,或者课件上,或是个p-page, accustomed, reflect, bear, revive, stare, assert, explain, mention, urge, 好,这是听写的部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这个单词学习的部分,大家准备好,好吧,大家准备好,我们来开始今天的学习,我们学习的是第20章的第二部分,大家可以把书看到我们的257页,OK,好,大家准备好, 好,我们看下一个单词,叫做不太正确的,或者是不太会的,可以不用在你的书上回课件上,都是个behave, accustomed, reflect, bear, revive, stare, assert, explain, mention, urge,好,这是听写的部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这个单词学习的部分,大家准备好,好吧,大家准备好,我们来开始今天的学习,我们学习的是第20章的, 第20章的第二部分,大家可以把书看到我们的257页,OK,好,大家准备好,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单词,叫做scout,那这单词的话,叫做责骂,然后叫做斥责,这单词真的好备啊,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前面有一个s,后面有一个code,对吧,因为有人罵我,所以我感到浑身发冷,所以说scout,但是呢,我们这里面的话,这个c的读音,不能读的是tode,要读的是dode,因为这里面发生了一个情绪的组话,对吧,就像我们说的scout,对吧,不能读成scout,一个道理,那么在表示责骂的时候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词,叫做blind,OK,B-L-A- 对下级长辈,对后辈,或者是雇主对雇员的一个pid,那么这个态度呢,非常的粗暴,颜色非常的激烈,表示对进行一个数落,而blame,blame这词,一般比较说,一般就是责难,归结于,并不一定会有言语上的准骂,咱们学个意思吧,例如你妈对你喊,那这边的话,我们说的应该是scout,但不止用于脏话,我们说blame,重点说的是,对于失职,对于疏忽班做事进行的埋怨和责怪,应该是在公司里,team member对应的一个责骂,那后面两个词,我们说,不管是blame也好,还是style也 他们后面都应该是for,来表示原因,例如我们说,我妈可能会对于我亚斯的失败进行字,我们会说,your mom may start fulfilling the elf,同样的,我们说blame这词,它不能用于被动,而是应该用在be to blame,这样的估计短语当中,比如说,nobody is to blame for this,没有人应该用这个词而受到自卑,好,我们来看下面的两个词,一个叫做curse,一个叫做swear,两个词都有速度的含义,但是我们说它们还是会有些区别,先说一下swear这词,swear这词跟fuel的词有点像,但是这个是破口大吗,行为非常的不好,所以一般情况下,swear这个词用在for a当中 就是要是劝告别人不要去垃圾,比如我们说stop swear,比如说blame don't swear,那就是请你不要说脏话,请你不要破口大吗,但是我们说chore streets,这个词的话,它其实有的时候也只破口大吗,但是一般来讲,它是发自内心的一个诅咒,所以说感情色彩会更加的一个强烈,我们说swear还有另外一个词,叫做发誓,那么表示常人做事,绝对是真的,比如我们在交代当中,我们会说trust me,I swear,对吧,相信我,我发誓,确实是这样的,好,我们来看下一个词叫做provoke,那这个词的话表示激怒,挑拨引起,还有另外一个词,叫做irrit,也表示的是激怒, I-R-I-T-I-T,那么这两个单词我们先讲一下是provoke,那么这个单词表示激情谋人强烈的愤怒,以致被人做出对应的一些回应,那么airtides这次呢,它倒不至于让人做出激烈的行为,但是是一些不愉快的刺激而失去耐心,让人变得暴躁,恼怒,但是毕竟打回来,如果要打回来的话,这变成的provoke,那么我们举个例子吧,美国的压台策略实际上其实是从亚洲加剧压台地区的一个局势的一个紧张,那么中国的帝国就会把美国的这些动作视为鼓励,迫使 中国采取一些更加强硬的措施,比如我们说Americans over to Asia will provoke China,那么还有另外的一个搭配我们用在写播当中,我们说provoke thinking,叫做令人深思的,发人深邪的,好,我们来看看下一个单词叫做pringe,这单词的话叫做宣扬,我们可以在研究另外的单词,叫做pring,P-R-E-Y,这两个搜的宣扬,有和宗教相关,但是不太一样的话,我们说pring这个词更多的表示祈祷,而pring这个词更多的说的是别人,所以我们说过过的祈祷,说的就是pring,而对别人讲道理,我们说的就是pring,那么有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搭配,叫做pract pring,表示的意思就是以身作词,好,我们下一个单词叫做post,这个单词表示自夸,吹嘘,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叫做pring,表示的是掌握掌控,其实就表示有,只不过我们说post,这个单词它表示了一种自豪感,引以为豪,例如我们说学位有雅思最强的一个师资证,我们可以说学位post the most talented,and best faculty members,and else training in China,学位有最强的一个师资证,只有最好的一群有天赋的老师,有一些工作人员,然后还有最好一些雅思的培训师在中国,那如果我们用post这单词表示自夸,后面一般跟着这些词 就是about或者是off,例如我们说nobody should not have knowledge,每个人都不应该去吹嘘自己的学识原谋,好,我们来看下面两个单词,一个叫做tease,表示取笑,嘲弄,另外一个叫做moke,也是表示嘲笑,但是这两个其实不太一样的,我们说tease这个词,T-E-A-S-E,表示是康笑,就是纯粹,康笑,彼此双方都是没有任何恶意的,而am-o-c-k-moke这个词,那它的前提就是说话这个人,他就认为你是愚蠢的,认为你是不行的,认为你是低等的,然后再去说你的仇事,模仿你的行为,所以它是一个攻击性非常强的一个 这个点大家需要去注意一下,我让下一个单词叫做touch,它表示动作,触动,触觉,我们说the sense of touch,对吧,表示的就是触觉,the sense of touch,我们一般知道,遇到off结构的时候,应该是B,A of B,应该等于是什么,是等于B的A,对吧,这就是我们在说英文有的时候读起来,为什么中文感觉不太一样呢,就是因为中文的所有的修饰性表达全部放在我们书名字的前面,书版的前面,而英文当中有的时候在前,比如说international trade,对吧,国际贸易,但是有的时候呢,会在后面,比如说the sense of touch,sense感觉,touch触碰,所以它叫做触无的感觉, 就是触觉嘛,那么同样的,我说它写的词,它的一个抽象的表书呢,也可以表示联系,更多的表示的一个书面上的一种,例如说I hope you can get in touch with me as soon as possible,下一个单词啊,表示伦报,叫做hug,H-E-U-G,那么它用在成人之间的一个理解性的动作,也表示下一男女之间的一个hug,但是要注意啊,就如果是两个人之间的hug的时间啊,不超过一分钟,下面来说是比较短的,那我们用的拥抱说的是hug,但是如果两个人之间喽喽抱抱时间比较长,对吧,我们说靠在一起啊,抱在一起啊,看电视啊,然后舒服的贴着睡啊, 那么最终用的这个单词就不是hug,那我们词试用的这个单词,叫做cuddl,那往下的话,咱们大多同学都要去英国,咱们在这儿多说一句吧,英国是吧,初次见面的时候,一般的理解是向老年人引见年轻人啊,向妇女引见男人啊,向有贵族突然的引见六,贵族突然的,向地位高的去引见TVD的,在两个妇女之间,应该是指向已婚的来引见未婚的,如果是未婚的妇女,明显年长,则是向年轻大的去引见已婚的年轻妇女,如果贵族是男的,另一方是一个不同的女性,那么我们 英国人之间一般是不会hug,就是行拥抱力的,相互之间也很少hug,除非是小孩,在很小的时候,那可能你的父母会跟你hug,长大的时候,你也很少见到他们彼此见面的时候会拥抱,也很少我们说shhands握手,s-h-a-k-a-h-a-n-d-s,只有当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或者很久没有见面,久别冲锁才会握手,那么关于就是亲脸颊,英国人也比较的保守,彼此熟悉的朋友或者亲戚相互之间去亲门脸颊,那之间与男女之间的,你绝对不可能见到男和男之间行亲门脸颊的这样的利益,那么 跟一些伙伴对话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还是比较客气,都说一些什么bootment,例如说一些good place,或者我可以说的是chairs,ch-e-r-s,不是单单,是我说单杯的意思,而是相互之间说的是thank you的这样的方式,好,下一个单词叫做tap,这个单词的话,它的含义有清口,这意思就不太多说了,不明大家不说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在餐厅要点水的时候,一般要叫做tap water,其实就是自排水,那经过自排水只可以直接用的,所以一般去餐厅如果你不想买那种瓶装水的时候,就直接可以跟服务员说你要点tap water,那么在中国我们说这个tap water,它一般还有比较高 在英德兰或者埃尔兰的地方,喝的水水就比较偏硬,所以说各位同学如果要去英国留学呢,你其实应该在一个国内比较好的一个绿水器,大家都知道英国人就没有不头发的,包括王子,包括一些英星,杰森斯坦森,都变成了郭达,例如邱特洛,例如我们现在说的洛基,叫什么,洛基的那个,豆森,对吧,也快开始了,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tap water表示的是自排水,好,我们来看下面两个词,一个叫做clap,c-l-a-p,一个叫做upport,a-p-p-l-a-u-d,这两个词都有表示拍手鼓掌,赞扬赞� 那么当然我们如果要说鼓掌的话,我们可以说的是clap one hand,我们认为这个表达就可以直接等同于upload,但是你不能说upload one hand,那我们说upload这个词啊,它除了鼓掌之外,还可以表示赞扬,例如我们说my boss applies,my efforts on prailing my work,我老板赞扬我的工作,对我的能力表示了赞许,关于鼓掌的戏愿,一个说法是在两千多年前的古罗马,在一支与欧马交战的满足里面有一个习惯,每当一张交叹的话呢,或者是发出一些奥招之后呢,视频们就会敲击手动的武器,发出声响,一定要是支持,那大家如果看过黑宝 这边的话,对吧,当我们的这个领导人说完话是后比,这个人是不是用他的那些毛去敲击他们的盾牌,咱们就先就这么做的,这样的话比较有声势,慢慢的就得到了全世界的一个推广,最终变成了鼓掌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好,来看下一个单词叫做neel,这单词表示动词表示跪,跪下,那我们有几个表达,第一个叫做neel 2,后面加上po,就是表示单纯的跪,自然的一个状态,那么还有一个表达叫做neel down,表示跪下,强调的是跪下的动作,那这个的话咱们从头表达neel down,对吧,向下,就可以看出这个在 在使用的时候会更加的形象性,好,咱们来说一下下一个叫做catch,这单词的话公司表示捉住,那么咱们去澳洲的同学应该了解一下,你在澳洲网上购物的时候,除了Amazon,除了eBay,除了淘宝之外,还有一个澳洲的一个电商,就是每个打折的一个,这叫做catch,虽然说工程比较小,但是其实也是大家依然平常聚光的这么一个平台,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三个单词,一个叫做snatch,一个单词叫做grap,第三个单词,grasp,这三个单词的话都有catch的含义,但是它们还是有些差别的,咱们先来看一下snatch,这个单词的话表示迅速 就是把手出其不意的抓取,趁人不注意,抓取完了就好,所以我们这种情况下应该把它翻译成偷或者翻译成强,有一个电影叫做snatch,中文翻译过来叫做坑龚拐骗,它的主演是brapids,bloodpeter,还有Jason Thunder,Jason Thunder,非常有点点,大家可以看一下,再往下一个叫做grap,这单词的话表示突然的粗鲁的抓,强调是抓得过丑,一如考而作弊,如果说老师抓过狗的时候,我还拿着钞钞呢,我们可以说我的tacher,totally grab my arm,wish a moment to hold some nose,那么最后一单词叫做grasp,表示牢牢地抓住,我们例如把水沾上水, 然后我们去grasp它,那我们可以把水挤出来,这样一个动作叫做grasp,所以我们可以说你一定要进行发出这次机会,我们可以说you must grasp this opportunity,那么这些词表达出来的含义都不相同,大家一定要去注意区分,好,我们来复习一下,这次我们所学的单词,首先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单词叫做oral,第二个disput,第三个argument,第四个heath,第五个earge,第六个scout,第七个provoke,第八个princh,第九个tease,第十个clap,第十一个applaud,第十二个 第十一个neil,第十三个snut,第十四个grasp,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单词,叫做mass,大家注意一下,这个mess,把这个mess登印的时候,其实你的嘴型是完全不识劲的,不能连嘴读成mass,也不能张嘴读成mass,我们要读的是这个嘴,稍稍打开一点,完全记住放松,读的是mass,好吗?好,我们先把刚才学过的单词带你读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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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读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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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I swear, trust me,I swear,我发誓,不是呀,I swear OK, next, provoke,积极, provoke,你最想PRO,我们说的是推动推进单词 一幕是不是在推动别人的情绪发过呀,是吧 所以provo有积极,有调破的意思,这个大家要注意,好吧 OK,我们再来看看,看下一段词, preach,圈扬 它的用法对某人说叫 preach at somebody, or preach to somebody 这个我们需要去记一下,对某人说叫 这个的话一样的,也是我们口语中经常会用到一个词,一个短语 那么,其实以身作词,叫做practice, want to preach,一语过资格 这个也是我们在写过呀,或者是在我们的口语里面,经常会用到一个短语,大家给自己记一下 下一段词,自发,自己的吹嘘一样的,记它的短语搭配 out about something, or both of something,这个一样的,记短语言 就是有些单词,我们没有必要把它单打出来记,因为你单打出来记的话,其实也不太好记忆 因为我们最初还是要回过压试考试,是要把单试用起来的,那你就直接记一块的问吧,对吧 递到一个搭配就可以了 好,再加一个tease,取笑,讨弄,取笑,讨弄的意思,tease,还有mook 刚才我们的Gran老师已经给大家去区分了,这个tease和mook的区别 tease的话可能就是轻点mook的话,可能就真的是大心而底有一种不好的想法,对吧 有一种不好的想法,所以你看,这个我们一定要用对了,用错了的话,就会搞出一些不必要的侮辱,明白吗 好,我们再来往下看,这个touch,这个单词,动词触摸出动,名词触觉,接触 其实它也有一些感动的意思在里面,对不对 有一些感动的意思在里面,这个我们需要去注意一下 当然了,它还可以作为一个系统词,是吧,摸起来的触感,是吧 感激,touching,感人的,动人的,对吧,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touch它有一些感动的意思在里面,但是要变成形容词了 那么注意一下,Letsever两个搭配,get in touch with,与什么什么取得联系,和什么什么接触保持联系 我们可能觉得这个单语,这个单词太简单了,是吧 初中就学过了,确实你初中就学过了,但是你想一想,你考试的时候,有没有把它用出来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把单词用出来,这才是关键 那么,我们用的时候,口语当中,写作当中用卡,加分的,以及c,我可以评论会词,和什么保持,直接加分的短语,不要小看它,好吧 OK,我们再来往下看,下一个单词,hug,hug,叫做拥抱,是吧,叫做拥抱的意思 演示这个单词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忆,记忆的方法,因为它比较简单,它也是个极物动词,直接是hugsomboi,拥抱某人,是不是要拥抱某物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tap,你经常会在雅思的听语当中听到他说的是什么,听到他说的是tap,发的是a的语,对不对,发的是a的语,但是你别奇怪,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英语和美语当中,它有一个小小的区别 它的区别在,他们,美国人会把这个a发的,发偏向a,而英国的口音会把它偏向于发a的语,就是tap,wotan,tap,wotan,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看看是不是怎么回事 这是什么,下一个单词, clap your h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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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p your hands. 下一单词你有跪下 你看我们说 kn1ne是什么 ne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叫做 膝盖 那你想跪的时候 你用的是脸器官 对吧 所以你看 你有加一个l 跪下的动词 跪下的意思 那一样 下一单词 catch 这个单词说法就多了 我们都知道它是播出的意思 但是很少有同学去 再去记它领会和改善的意思 其实领会和改善这两意思也很重要 比如说我们改善公共汽车 或者改善过班车 都可以用catch这个短语 那么领会的话 一样的 比如说你领会了某些知识 catch还表示抓住某人的心 抓住某人的心 那你想抓住某人的心 这叫什么 就是喜欢被吸引人 I catch one's heart 除了我们今天下边给的这两个短语以外 我们还可以再记一个catch one's heart 抓住某人的心 对吧 那抓住某人的心指的是什么 抓住某人的心指的是我们喜欢一件事 我特别愿意给你们讲跟喜欢用过一件词 因为你们经常在口语上中 说很多 我喜欢这个 我喜欢那个 但是 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用的词 太怎么样了 太少了 就只能like love enjoy 那你可以用一些短语 something catch my heart 某个东西抓住某人的心 那就再给我喜欢 是吧 那样子下边这两个 大家可以catch up on 了解什么不做什么 or catch up with 赶上 对吧 赶上我们就catch up with plus 下一单词 snatch snatch一把抓住迅速夺取 grab 这些单词刚才我们老师已经讲 清楚了大字 练习就可以了 好吧 我简单的大家鼓励一下就好 还有 grasp 抓牢握紧 抓牢握紧 比如说 grasp at straws 抓不救命稻草 是吧 还可以用意见 或者说 they fall to grasp the importance of his words 然后 grip 也表示准备我抓牢 其实这些单词它们都有共同的 包括它的 smash grasp 它们都有这种 我能抓住能抓牢能跟上的意思 能跟上的逻辑在里面 所以你看把这些单词放到一起 那 grip 呢有一个端语叫 in the grip of 受制于什么受制 什么点东西 是吧 那就可以不用 不用总用那个 influence impact这种词了 你还可以用 in the grip of 好 我们来一个往下听 好吧 这次表示混乱 表示的是弄乱或者是脏乱 这次和另外一个单词 叫做 chaos 非常的相近 我们注意一下这个 chaos 这个词 C-H-A-O-S 我们不能把这个 C-H 这个音发生chals 好吧 不能读成chals 要读成的是chaos 这里面大家注意啊 这个 mass 我们说的是一个无序的 脏乱的一个对接 而 chaos 它更多的指的是一个大规模上的一个无序 甚至是秩序上的一个混乱 那么二者之间主要的不同 我们说 chaos 它表示是一个很大的无序 而 mass 可能更多的是一个 除了混乱之外 还可以表示大量的食物 大量的细小的一些物品 然后把它拓展一下 我们有一个混沌理论 它的表达就是 chaos theory 那么当然了 我们说这个 chaos 这个词它本身就来源于 西法法神话当中的混沌之神 就是一切世界的 和概念的一个开始 我们说 chaos theory 主要指的是一个量化的一个方式 理论的基础 是一切世界的开始 都是一对核光链的碎片 但是当这样的混沌状态结束之后 所有的无机的碎片 都会有机的合成一个争品 比如我们说宇宙之初 就是一个混沌状态 到现在被成了有条文的一个世界 那么西方的自然科学家 经过探讨初间发现了世界 我们的自然系统中的一些规律 比如我们说的万有引力 我们说的钢杆原理 我们说的相对论 那么这些自然规律 都用到单一的数学公式加以表述 所以整个这个过程 它都完全符合我们说的 叫做混沌理论 也就是 chaos theory 好 我来看一下下一单词 叫做twist 这单词表示逆影 表示逆过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综艺节目 叫烹饪的 叫做Oliver's twist O-L-I-V-E-R-P-S 加上twist 那么这边的twist 有两个含义 第一个含义 这个是敲门论 另外一个就是 迪宫斯在《物读物耳》里面的主人公 就叫做Oliver's twist 那么我们说这个Oliver这个词 把那个R去掉 我们变成了Olive 那么这个词本身就是橄榄的意思 所以说呢 这个节目就像是从橄榄里面挤出油的 让我们听上去感觉特别像 那么咱们说的这个twist 这单词 这单词是常用在进食方面 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拧 我们拧过的面食品 比如麻花油条 或者是有些面包的品种都是 另外一种就是切成薄片 插在饮料杯杯口的水果 挤入饮料的一些果汁的汁液 例如我们说 Water with a twist of lemon 就是这样的一个含义 好 我来看下一单词叫做Stallar 这单词的话 表示的是色拉 表示的是散开 那么这个是人或者物 像四处散开 或者是物随一散散开 我们平常可以用Stallarses 表示的是播种 我们可以说ToStallars of Grounds 表示是聚散人群 这边的话C-R-O-W-D-S Grounds P-L-O-T-S 表示是三点图 三点图就是表示 我们的音变量和字变量 一种处的X轴和Y轴 变化的一个大体趋势 从而看到图就可以 选择合适的函数 可以说这个三点图 它包含的数据越多 整个Stallar就越具体 那么就算消滚了 就会一约好 好 我们来看下一单词 叫做Fold 这单词表示折贴对者 那这个意思其实有什么好托产的 咱们来说一下 它作为后缀的时候 尤其是形容四处四处 后缀出现了Fold 表示形形色色的 好 我们来看下面一个单词 叫做Fold 这个单词的话表示是扣牢 寄牢 那么我们说这个Fold 这个词 一般我们在做飞机的时候 会听到空姐会说 Fold your seatbelt for your own safety 激起安全带来的 你自己的安全 当然了 它的反语叫做loosen L-O-O-S-E-N 我们可以说 I loosen my tie But I don't take it off 我松开了 我对待但是我还没解写下来 一般我们说形容词 后面加了E-N之后 就会变成一个直动的动词 比如说Dark叫黑暗 Dark是达边的黑暗 Deep表示深 Deep表示加深 我们说wide表示宽 那么wide就表示是什么变宽 我们说sharp表示锋利 而sharven就表示是直锋利 那在扣语的话当中 如果有人问你 是Fold or loosen 它其实并不是问你是扣紧还是解开 是问你是紧张还是放松的意思 所以具体来说我们说Fold 这个词就是紧绷嘛 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线 把我皮筋紧绷的状态就像我们拉弹弓 那也可以用来形容紧绷的状态 而loosen这个词本身就是放松的意思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初夏第一天 对吧我们这个状态就是长得loosen 好我们来看下一单词叫做smash smash这单词表示打碎 是猛烈撞击 这单词也表示我们打球时候的投球 像某球当中有个叫扣杀 那这就是smash 那么smash表示猛烈的撞击某 然后使这个东西变得破碎 或者是完全变形 例如我们说someone smashed the ball 我们可以说有人打碎个瓶子 或者我们说someone smashed the ball 有人打碎了trumble的玻璃 当然我们在口语当中smash 还有其他两个解释 在我们的黑人用语当中 我经常用smash来当做葡萄酒 例如我们说bolo of smash in my car 就是说我的车上有一瓶刀酒 当然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值钱 我们说do you have enough smash to pay the bill 意思就是说你有足够钱去付这地账单吗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三个词 第一个词叫做scratch 第二个词叫做wap 第三个词叫做scrape 那这三个词都有擦或者是挖的含义 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wap 这就是一个最普通的词 我们的擦碟词就是wap 例如我们说wap's the wap closest of the car 我们说用湿布去擦汽车 这里面的wap closest wap closest w-e-t-c-l-o-t-h-e-s 就是我们说的试码部分 那往下的话我们还有说wap这个词 还有涂抹 涂上擦上 例如我们说wap the butter of the surface of the toast 我们说在这个toast 涂刺的表面涂上一层黄油 下一单词我们说scrape 这单词表示刮掉被擦的对象上面的一些辅助物 相机擦我们一般用的就是scrape 相机的这个擦一定是擦掉我们已经写到的字 所以说这里面的字对吧 就是擦掉对象上面的一些辅助物 例如我们说 you need to scrape your shoes of the doormats before you coming 在你进行之前 你需要在这些门口的鞋垫上先擦一下你的鞋子 那目的就是为了华尼奥鞋子上的泥土 我这个擦就叫做scrape 好像这个单词叫做scratch 这个单词的话不能把它翻译成擦 其实不能把它翻译成no 那么scratch这单词我们可以把它拆分一下 前面的那个单词它就相当于scape S-C-A-P-E 这单词在直播中叫做花镜 后面一个单词呢 p-c-h 前面加了i之后就变成了h 那这个单词呢叫做羊 所以咱们同学就可以稍微理解一下 花镜上是有词啊 对吧 所以说刮呀这种意思不就出来了吗 后面那个h表示羊 总是说scratch这单词 我们的翻译成no 那么我们说这个什么刮擦羊 这个动作就是scratch 你可以联想一下这个猫抓人的动作 其实就是scratch 那么这个scratch当名词的时候呢 表示的是抓痕 表示的是擦伤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单词 就是polish 这单词的话表示的是擦亮 可以其实是为抛光啊 很多人去赛电的时候应该先为一个词吧 对吧 我们要去做那个像叫polish 当然下车电的话你会发现有两个谱 一个叫做polish 就是这个polish 后面加了ing 另外一个叫做vaxing 就是wax 后面加了ing 那这个vax这单词表示是上拉 那么这个很多人会对一个polish 和这个vax表示一些困扰 尤其当年为你需要生服务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他们两个区别 那咱们来说一下 其实很多的生产厂商 把vax的产品定位在polish上 所以让人感觉这两个概念 其实可以互换 但是如果你自己的专业人士 都会告诉你这个polish 就像游戏上面的condition 那么就是恢复游戏当中的保贵的油分 消除汽车表面细微的刮痕 让你的漆混入到原有的深度和光子 这就不是vax能做到的事 那对vax更多的是做保护嘛 就在车的漆面形成一层保护膜 可以有效地隔离外面环境 以及其的不良的影响 所以在做polish之后呢 我们再做vax 你就可以延长对车漆的保护 我们看下一个单词叫做peel 这单词表示波露表示脱皮 可能男生都应该知道这个牌子吧 peel是一个香烟的牌子 脚量很低 我们现在的搭配有两个 第一个是peel something off 口语当中说peel your glasses off 代表的就是脱掉衣服 尤其是吃比较热的时候 还有在运动之前 那么另外一个搭配呢 就是to peels of pineapple 我们说parnacle这个词表示的是波罗啊 我们知道波罗的表面会有个样的词啊 有个风力 所以当我们说peels of pineapple 其实就是所有的complicate problems 就是这些复杂的问题 这里面的complicate problems C-O-M-P-L-I-C-A-T-B-D complicate 表示复杂的 然后我们知道在亚斯斯语特卡当中 它的同理器官有seplicate 对吧 还有deplicate 还有complex 那么大家需要去记忆哦 好我们来看下面的单词叫做split 这个单词的话也是表示开列 表示分类是分开 那么当它表示分开分离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想到另外一个表述 例如我们说divide D-I-P-I-D-E 例如我们说separate S-E-P-A-R-A-T-D 那么他们的侦重点其实有些不一样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divide divide这个词表现是分割分配的意思 把事物按照某种类别 进行区分 变成了不同的部分和群体 那我们用divide 例如我们说 S-E-P-I-D-I-P-I-D-I-N-S 科学家按照基因把植物进行一个分类 植物虽然被分类了 但是呢还是一个研究整体 或者我们说 The river divides the city into two parts 一条核把一个城市分成两块 城市虽然被核分成两块 但是两块组织上还是一个城市 所以就是我们说divide强调的 在数据上我们叫做除这个词 而separate它有分离的意思 指的是从一个整体当中分离出去 成为一个单独的整体 例如我们说 The couple was separated in the mouth 这个夫妻上被分居了 那夫妻本身是一个整体 分开以后就有两个单独的个体 从楼上是一分二分离出去 所以是用情况和divide产生了差别 那么divide分割之后还是一个整体 而separate分开之后就是两个不同的个体 最后我们说separate 这个单词呢 更多参照的是一个用力的分开 所以说它参照的是那种撕裂的猛烈的程度 我们说a locking down splayed a nice guy 我们说闪电化不利液空 就是用那种splash的感觉 非常有力的把天空撕裂到口子 叫做separate 好 下一个单词叫做sway 这个单词的话是指的是摇动 但它一般指的是物体的下端是固定的 上端摇动 所以我们在间七的语读当中 我们讲的日本的建筑物 日本的塔 为什么地震当中不倒的时候 我们就说这个塔 它的一个状态叫做sway and settle 对吧 摇摆地有固定 所以下端固定 上端摇动 包括我们说 the boat suede on the stormy sea 我们说这个船啊 对吧 在大海当中晃动 而跟它相反的一个词叫做sway 这单词sw-ing 很多人知道它是秋千的意思 那么它就是一个相反状态 它是上端固定 下端摇动 我们来看下一单词 叫做shake 这单词表示摇动 那这个的话 翻译是晃动 就是没有哪一段是固定的 这跟刚刚说的sway和sway 都是有区别的 它的长度呢 也可以是很轻微的 也可以是很剧烈的 所以我们说 every time I go back home my dog rent me and shake himself 那就是每次一回家 我的狗就跑向我 摇头摆尾 说不好哪个地方是固定的 反正整体的摇动 就叫做shake 所以我们说的握手 shake hands 也是关于shake的一个表达 大家记一下 那还有另外一个单词 也表示是震动 摇动 叫做vibrate 这个单词的话 它比较明确的一点 就是关于手机的震动 叫做vibrate 它表示是快速 而且不间断的震动 好我们下面来看 一个单词叫做virl 这个单词的话 whirl 表示回转 这个是个转式回旋式 悬过式的一个转 比较明确的是 我当中常见的 这个有公司叫做回尔普 英文就是virlpool whirlpool 那么这个公司呢 所以开始做袭击了 而袭击当中的 那个转的方式就是virl 所以回旋式的旋转 叫做vibrate 那么看一下下一个单词 叫做rotate 那么这个单词表示转动 它指的是以自身为转 以自己为中心转 所以我们说地球的自转 我们说rotate 我们说侧轮的旋转 我们说的是rotate 那么大家如果要表示 其他东西围组 围绕它的中心形旋转 那我们就不能用rotate 我们要用的是另外一个单词叫做revolve revolve 比如说地球围绕地球转 我们说它是地球围绕 中心形旋转 我们说的是the moon revolves around the earth 如果我们说一个人 这个生活都是围绕它张飞起来进行的 我们说的是all her life revolves around her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单词 叫做shuffle 这单词的话 记忆方实在是东西很明确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尤其在玩扑克当中的洗牌的 专业术语叫做shuffle 所以我们可以沿用一下 什么是洗牌呢 其实就是洗牌的顺序 打乱混乱 那这样的东西叫做shuffle 这样的方式叫做shuffle 那么给大家增加一个词语 叫做rathevolve 增加了revolve 这样的一个前准 我们说rathevolve 这个单词表示的是洗牌 通常情况下指的是商业领域下的 公司的重组 当然公司重组有广一分狭义的区别 狭义的公司重组 这就是公司之间的相互并购 合并公司收入另外一个公司 那公司分离分割分成不同的公司 叫做rathevolve 那么还有一个rathevolve 这就是公司之间的 股东与公司之间的 股东之间的 依据相应的原则 对公司资源实现的 一个合理的流动 优化配置 这种商业行为都是rathevolve 好我们先把刚才学过的单词 带着同学们快速的来复盘一下 好吧 等等我算一下这个课件 这个课件稍微有点点的卡 然后可能大家在听课的过程中 也感觉到这个课件有点卡 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在上课的时候 直接把这个书和课件 提前准备好 这样的话我们上课的课件 好 等等 马上 马上来 好 第一个单词mas 这个的话就是刚才老师说的 我们一定要大口的去读mas 要小一点 为啥呢 因为大口的是mas 对吧 那个跟这个名字不一样了 那个就大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混乱 而且它继续名词就是动词 它还有一个形容词mas 凝乱的难以处理的 凝乱的难以处理的 这个大家 我们去给它记一下它的形容词 在我头语中可以用得到 还有就是mas 弄乱弄脏 弄乱弄脏 下一个单词twist 我们在讲第18章的时候 想推过的时候 我们就说TW开通的话 就是什么变化呀 扭曲呀 扭动啊 对吧 来回的去变的那个意思 那一样的 那我们这个twist你看它什么意思 真扭动 就是来回变的 对吧 来回变换生字嘛 我们讲 所以twist它们的TW开通 其实也是有一定的一点点的 这个和变化是有关系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单词 Scan的这个词 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可能觉得那三点图 是不是应该就是 像我们小作本 A类学术类的小作本的时候 经常会考到这种呢 可能有同学还没考过压数据到 我们的小作本的数据图 也不会考三点图 因为三点太复杂了 但是我们说阅读当中会提不到 这个大家一定要认识 Scan of Diagram Scan of Diagram Or be scattered to the four wings 这些是大家需要记得 好吧 OK 好 我们再往下看 下边 下边有单词 fold 折叠 对吧 fold也可以表示被 foldable和折叠 onfold展开 打开 但是你想固执给了 可不打开展开了 是不是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根子 pustin loosen 这样放在一起去记 那个t是不发音的 t它是不发音的 千万别搞错了 好吧 千万别搞错了 好我们再看 loosen也是一样的 oh 我们还记得 loosen loosen 那么也要在这儿 郭嘉尔老师给大家说 音节有单词 我们就变成一个动词的一个形式 对不对 变成一个动词的形式 那我们一定要去注意 下一个单词 smash scratch wipe wipe这里 我们去记一下它的这个 短语 wipe away wipe away 两个是我们的这个擦掉清除 还有就是我们 还有一些比如说 wip something down 叫擦拭干净 wip something off 叫从程度不出去 wip something out 叫完全崩毁 然后wip something up 叫做用马路擦掉 用马路擦掉 这个大家可以去记一下 好吧 大家可以去记一下 然后再往下看 下面的这些单词 其实很多单词 我们看动词 第二部分 这一张第二部分 可能需要我们去记得比较少 我们需要认识就行了 但是我们知道在雅思考试中 动词非常重要 因为哪个句子当中一定要有位置 那么位置就是动词 所以东西一定得记 但这部分 你会发现很多动词的话 虽然我们稍微都会用 但实际上会说就可以了 对吧 有些需要会写 因为我们小桌的流程库 可能会用得到 这个要注意 然后那下一个单词 scrap 挂掉 这个挂掉就相当于是 我在纸上写错字了 然后拿一个小刀 轻轻地把这些字给它挂掉 这是scratch 就是跟前面那些单词的区别 然后polish 抛光了 对吧 大家都知道在鞋上 骑鞋上或者车子的表面 我们打上蜡 然后用柔软的麻布去擦它 然后把它擦越来越亮 这个就叫polish 好 我们再来往下看 下一单词 pill 你看我就说了 这种单词 scratch 有程度不够用 拨弱 拨铁 对对 拨皮 还有sleet 开变 看这个词 我想说一下 在哪里结果 大家想一下 我们经常的微信表情包里面 有一个绿研台 当然这个也只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吃薯 吃薯片 把那个袋子 一下子撕开了 是吧 把那个字放出来 sleet 那个就叫做 sleet 下一个sleet 摇摆摇动摇晃 sleet 就是我们的雅思真体当中 会有一篇阅读 文章叫sleet breach 就是摇摆桥 但是这个文章可能之后 在大家的考试中 还是会遇到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么说到这儿呢 我就想到了 摇摆的话 我们还有一个 跟摇摆有关系的sleet 表示秋千 其实说动词呢 它也表示摇摆 或者晃动的意思 包括我们后边说的shake shake的话 一般就是握手 两端在晃动 然后我们其实还有一个 叫wave wave your hand 但是wave 这种方法 就是一端不停 另一端 爱蓝会感动 下一个单词 vib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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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单词 挖摆 就是我们那手 低的振动 它的名字 vibration vibration 然后再往下看 row row 回旋旋转 这个回旋旋转就是 大家看到那个回旋标 对不对 回旋标 飞出去又转回来 它这个动作就叫 回旋row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单词 哎呦 我的名字真好 好慢 Rotate 旋转 那么你看我们看 那个芭蕾脸的旋转动作 就叫rotate rotate real 眩晕 或者说也是一样的 经常玩游戏 可以使对方眩晕 或者是 就在那里等 不是啊 那这个不是real 包括我们自己 人的一些声音反应 比如说 我突然一下子就 脑袋一片 悬晕 real real 就这单词 shuffle rishable 认识一下就OK吧 因为这单词其实一样的 无论在亚历当中还是在拨复 考验当中 它其实都是偏向越武力的词汇 那rishable rishable 好我们还剩下三页的单词 我们接着一下听 看下一个单词叫做client C-O-L-L-I-D-E 这单词叫做碰撞 抵触 当然我表示碰撞的时候 还会提到另外一个词 叫做bump B-U-N-P 然后说client 这单词指的是物与物 特别是物品之间的一个相互碰撞 结果不是受损 就是严重受捕 所以我说client 会有一个名字性的表述 叫做client C-O-L-L-I-S-I-O-N 在我们的见识的 第一条里的第二篇当中 在第二次转断 一段 一段的第三号 为什么我们看到了一个表达 叫做rolls collections 这句话他想说的 就是一天就表达 超90%的rolls collections 就是车辆的碰撞事故 对吧 都是由于人的错误的一些操纵 导致的 所以大家通过这个电话 知道这个简单当中 我们曾经出现过这个词 一定要去记一下 那当然了 喜欢看manvay的同学 都知道在2015年的时候 manvay有一个大事件 就是命运车中 里面出现了一个叫做 Rossal collection 宇宙撞击 为什么呢 那么有很多不同的平行宇宙 每个宇宙当中发生不同的事情 结果这个变得太离谱 所以说这个宇宙化比较越来越多了 所以它们最后打算重启满个宇宙 那重启的方法呢 就是让这些平行宇宙 发生着急最终之后为一个宇宙 那么这样的一个事件 叫做eriversal collection 那么刚才说到的ERMP Bomb这次 真的是无意间的一个抗装 我们常用的就是什么 Bomb against Bomb into 通常在脑袋上 我们这个叫做Bomb on one's hat 好我们来看下面两个字 一个叫做contact 中间有区别 第一个contact 中间在C上 connect 中间在N上 它们两个都有联系的行业 但是我们说contact 那么多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那如果我们打开手机 因为是iPhone的话 如果你是全英文的话 能收入那个联系人 我们会发现它就是contact 而我们说contact 这个词 它指的是物与物之间的联系 什么当中我们常用contact 比较多的是internet connection 叫做互联网联系 指的就是互联网的 或者与你的手机 与你的电脑之间物与物产生的关联 好 我们来看现在三个词 一个是combine 然后combine 表示联合 也叫bond 也是联合 第三个叫做integrate 它表示什么时候成为一体 也是有联合的含义 那么咱们先来说一下combine和integrate 那么这两个单词呢 我们说combine 指的是把两项或多项内容合并起来 例如我们说 两个小商店可以合并起来 成一个大的商店 而我们说integrate 那么是把所有的部分放在一起 搅拌以后成为一个装品 看不出来混合物到底有什么 例如我们说 9s suggestions I need it to integrate the plan 表示就是有很多建议 才能够使这个计划变得更加的完整 那么当看到这个计划的时候 就基本上看不出来没有那些建议 而我们说bond这个词 那更多的其实像是一个连接的纽带 本身它其实并不像我刚刚讲的combine 更多的应该像是我刚刚说的tunet 比如我们说在什么片当中 每个碳原子 就环状黏在一起 那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叫做carbon items combine together in grains 那么在我比较思考当中 bond这个词更多的是因此的形式来出现的 具体的解释 一般有两种 第一种是在美国金销商 需要向海关购买的一种保证金 家里面如果有做进口生意的话 我们都知道 如果当你有东西出到美国的时候 那么你需要在美国海关买一种东西 这东西叫做bond 因为如果你的某种产品 不符合美国市场的生产的要求的话 那么你就需要赔款 那么产生发款 那么此时这个美国海关 就可以直接从你的bond里面来扣钱 所以所有进到美国的户都需要买bond 那bond另外的一个解释就是债券 我们知道债券是一种有价的证券 由于证券的利息通常是先确定的 随手债券是固定利息的证券 在一些金融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 债券一般都是上市流通的 中国比较典型的政府债券就是国库券 好 来看下一个单词叫做rap 这单词的话表示是bond 去晚安 大家注意一下 这单词W是不发音的 所以直接读的是rap 那么rap在生活当中用的非常的多 比如我们在肯德基三厅经常见到的 这个劳北京肌肉点 我们叫做packing chicken wrap 其实在我们广义上的理解 只要是卷起来 四面封口的 它都能称之为rap 好 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三个词 这三个词的意思比较相似 一个叫做penetrate 一个叫做peers 一个叫做insert 都有插入次数的谈议 咱们来区分一下 首先咱们先说penetrate 这个词比较正式 指的是任何工具的穿入 穿透 也可以指的是光线声音的一个穿透 peers 这个的话它指的是制度工具 但是这个工具的话也是刀是剑 那么插入的很少是物体 一般指的是谁呢 就算是接的是物体 那么接的也是我们的身体的器官 例如我们说 the bullet pierce the left side of his chest 一个词单 持有它的自我胸 就是用的是peers 这单词比较好记 因为我们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电影演员 叫做peers person peers 顾鲁词男 是前任的灵器 那么它的first name就是peers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insert这个词 这个词别叫插入 但是这个插入的东西和被插入的东西 应该是一套的 它们之间是有一个fit 这个感觉在的 例如我们说insert the key to the lock 把这个钥匙插到这把锁里 那么钥匙和锁是一套 是一个整体 当然了insert还有添加的海语 例如我们说insert more steps into the plan 这个计划当中多加几步 我们往下看下一个单词 叫做arrange这个单词的话 我们刚才剩下的这几个单词 带着同学们来快速复买一下 这些单词可是各个都得备 第一个单词 collide 碰撞或者抵触 主要记得它是关于clide ways 那么这个女生什么碰撞或者女生冲突 我们也可以去记bund against 其实它来是有意思的 其实除了clide 我们还有一个建议跟它找很像的 collision 也是碰撞 当然这个是车辆碰撞 是名词的 s-i-1几位名词 下一个contact contact看到没有 同意在前面contact 接触联系 这个单词其实也很好记 你进步的话把你的微信调成英文版的 你看看你那个联系的那里是个空虚中 那里是个变成了contact 对吧 我跟大家说有个时候真的 你把自己的手机调成英文版的 能记住好多的单词 来我们连微诚传看它的两个短语 一个叫be contact with 合成人们接触与语声有联系 跟我们前面的be you type with 其实是一样的可以来过话中的 那么lose contact with lose contact with 就把合成人们失去联系 lose contact 联系没有联系了 然后下一个单词 connect connect with or connect to to 其实预生生的连接还有很多字 包括link也是可以的 link也可以表现 连接link to link with 这两个词其实差不多 叫做接空联通的意思 包括combine with combine with a or combine with b 包括integrate a into b or integrate a with b 也是一样的表现 只成为一体 当然combine只是联合 比如说我们两个人强强联合 而成为一体叫合并 比如说这两个公司 最后成为一个公司 或者是这两杯水倒在一起 对不对 它可能跟combine有一点区别 然后再说bond 这个词的话就是 你就听这个词 一发出来上去bond 绑起来bond 对不对 那是什么粘合的意思 另外还要说一下 你看跟bond音很像 其实它们都有连在一起的意思 原因是因为 其实每个单词的字母 首字母它都有一定的逻辑 当然我们说是大部分的情况 不是绝对话 就是字母B 如果在单词首字母的时候 它都有一些绑在一起 连在一起 或者是局限在里边 规范在里边的感觉 你想要一个B8分 板子上来干嘛 就拦住这些东西 对吧 当然我们在前面的经济那一章 还学到的方法 还有这一圈的意思 以及保存金和保持金 OK 最后三个词 wrap 来看我们的形容词 wrap变出来的wrap 有包装的 还有wrapper 这个wrapper不是wrapper 包装材料包装纸 不是wrapper 还有wrapping 包装纸 塑料纸 再看下一单词 刺入 穿透 洞察 当然了 我觉得大家记一下它洞察的意思 因为我们在写作的时候可以去用 下一单词 刺穿 刺破 刺穿透 使心如刀割 但你看这一单词跟我第18章学生的fierce很像 是吧 那个fierce叫猛烈 你就副穿 猛烈不猛烈 就疼了一下子 心里也就觉得挺好fier的 所以fierce 最后一单词 inset 插入嵌入 或者是插入物 或者也表示添加的意思 但是在这里我要说一个 还要给大家扩展一个词 也表示嵌入就是inbat inbat 脱床 脱床 嵌入的意思 这个脱床其实就是一般的生物实验 比如说去对病毒进行实验 或者对细菌进行实验 把它放到某一个环境当中 看它是过去的房 还要嵌入 嵌入的话跟inset是一个意思 就是它们俩合合套 那么inset的短语大家注意一下 inset A into B inset A into B 明白吧 ok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一节的内容了 同学们课下 要把这一节的内容 你的重点单词好好地去寄送一下 我们下一节内容的话 会进行生气 ok bye bye